最近有外地的朋友问 现在能不能来北京看病 我就告诉他们 暂时先等一等 不要来北京 或者在当地看 因为第一个 现在北京医生和护士 感染的人数比较多 医院人员短缺 第二个呢就是 现在来医院看病的 很多都是羊的 包括医生护士也是羊的 那么在就医住院的过程当中 你也可能会变羊 如果你要来医院看病 要做好羊的准备 并且来医院看病的时候 一定要全程戴合口罩 最好是N95 KN95 或者是医院防护口罩 但是那些很重的疾病 不能等的疾病 该看还是得看 比如说得了肿瘤 要做手术 要做发疗和化疗 还有一些急症 比如说急性的蓝尾炎 急性的胃窗口 急性性的脑梗等等 这些不救会危机生命的 那么随时来医院看 医院的急诊 24小时都开着 没有核酸 没有开源都不要紧 抢救生命是第一位的 即使你是阳性的人员 我们也一样救治 咱们有专门的手术室 专门给那些阳性的患者 做手术的 只不过做手术的时候 医生会是会辛苦一些 因为要三级防护 穿得厚厚的 很多专家呢 也预测了 这个第一波高峰期 可能一个月左右就会到达 如果你能等的话 等过了这一个月 过了高峰期 再来看 医疗资源那时候 没有那么紧张 那么被感染的概率呢 也会更低一些 好了 向各位朋友都可以 见见看看的 关注我观众朋友 每天一幕一天点